太阳上也会下雨,你会信吗? 下雨这种现象并不是只会出现在地球上 比如说在金星上就会下雨 除此之外,土星的最大卫星土位6上也会下雨 只不过在金星上下的雨是硫酸 而在土位6上下的雨却是在低温下成液态的碳氢化合物 其中大部分是甲烷 金星和土位6的雨已经很稀奇了 那如果告诉你,太阳上也会下雨,你会相信吗? 对于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毕竟太阳温度那么高,按常理来讲是不可能下雨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太阳上真的会下雨 科学家将这种雨称为日眠雨 图片当中就是太阳动力学天文台记录到的日眠雨 可以看到大量的雨滴纷纷扬扬地向太阳的表面洒落 要知道,太阳的体积是地球的大约130万倍 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这场日眠雨的规模有多巨大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长知识了? 原来太阳上也会下雨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眼中,太阳就像是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球 实际上太阳并没有燃烧 它的热量其实是来自于其内部的核聚变反应 按照从内到外的顺序 太阳可以分为核心区、辐射层、对流层、光球层、色球层以及日缅层 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应只是在核心区域发生 其释放出的强大能量形成了一个辐射层 它会阻止太阳外层的物质进入 而太阳内外的热量传递则发生在对流层 顾名思义,对流层主要依靠对流的方式来进行热量传递 简单来讲就是 太阳外层的温度较低的物质会下沉 而太阳内部温度较高的物质会上升 然而这个过程并不是一直都很顺利 太阳上的物质都是以等离子体的形式存在的 而等离子体又会受到磁场的约束 在有些时候 太阳表面的等离子物质会形成一个强大的局部磁场 进而阻止了太阳内部的物质顺利地上升到太阳表面 在这种情况下 太阳内部的质量就会不断地在此积蓄 进而促使该区域的磁力线发生越来越强的磁扭缠 当其超过临界值之后 该区域的磁力线就会断裂 在此之后 太阳内部的物质就会携带着巨大的能量汹涌而出 要理解上述过程 我们可以简单地把磁力线想象成一根绳子 如果我们从绳子的两头向相反的方向不断地用力拧 就相当于在积蓄能量 在力量足够的情况下 这根绳子迟早会被拧断 而在绳子断裂的时候 就会释放出之前积蓄的能量 与绳子不同的是 太阳表面局部磁场的磁力线在断裂之后 很快就会重新连接 这种现象被称为磁重连 而由于太阳内部喷出的物质都是等离子体 因此它们会受到局部磁场的约束 如此一来 这些物质就会被沿着磁力线的方向运动 进而形成日冕 日冕中的物质温度可以高达上百万摄氏度 如果束缚它们的磁场足够强的话 那么这些物质就无法逃逸 在这种情况下 随着它们的温度不断地下降 其密度也会持续地增加 最终这些物质就会形成相对稠密的雨滴状团块 在太阳强大的引力作用下 这些雨滴就会向太阳表面坠落 与此同时 其下方的温度更高的物质 又会给它们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 所以它们下落的速度并不算快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壮观的日冕雨 观测数据表明 日冕雨的雨滴非常大 通常可以覆盖几千公里的范围 虽然它们的温度相对较低 但是仍然可以达到数万摄氏度 在如此高的温度下 物质只能以等离子体的形式存在 也就是说 在太阳上下的雨 其实是炽热的等离子体物质 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液态物质